老花姨每日一答回答一下出本的洋问题 第一个出本呢不是来解决问题的 是来得瑟的 他说你看我邻居地灾的三角梅长得好几层楼高 坐标是广东的真好看 我跟华尔梅说哈 你看第一个我跟华尔梅说 你看他这个三角梅没有什么叶子对吧 他有个学名叫光叶子的话 所以说呢开花见花不见叶是好事 明白吗第二个是 三角梅在云南两广江西福建都可以实现地灾 就是你们那边最冷不要低于零下五度 就是偶尔零下三五度有个三五天 那个没事 其余的时间呢 你就地灾这个完全没问题的 明白了吗 所以说他可以无限地去长三角梅是最好养的 很多的人说养花的镜头竟是三角梅 就因为这个事了 明白了吗 这三角梅是最好养的 懂了吗 你的话说老花姨有北方我想养好三角梅 你北方想养好三角梅 第一老花姨给你卖的那个苗子一点都不贵 先说 对吧 第二呢就是光照一定要有 没有光照是养不好三角梅的 还要温暖不能太冷 你要在山东地灾它就嘎了 下个臭宝 说是不开花 干叶子大片修剪 哎呦 你看上图那个三角梅 你再看你这个 你是不是太心急了 这位臭宝 你在这毛病吗 如果说离远了 看是不是很华晒呀 什么叫叶子大了呀 椒椒 大便什么全部在那儿了 你别管它就完了呗 你这光照很充分 你就正常该浇水浇水 该是非是非 你不用管它 明白了吗 你跟我大舅子一样 你好吃好喝好吃后 它照样生病 它照样有不行的时候 但是它活得好就完了呗 它开心快乐 你开心快乐就行了呗 收拾它干啥呀 长得挺好啊 下个周宝 江苏 杨州 三角梅还在开 可以的 养得很不错 养得很不错 明年你就可以换大一号的盆了 下个周宝说 枝条长到半米才开花 又是三角梅吗 今天是怎么回事 它本来就这样 我跟华尔美说过 三角梅它是顶端开花 如果说你嫌它的花量少 你可以适当地剪短一点 它就会离得近开了 我给你拿一个过来 你看我们这个是吧 就不会让它长得很长 这个是我们经过修剪之后的了 就不会控制它特别长 你看 这个就是飘上去的 但是你一定要明白 你光照水肥给上的 它还是最重要的是光照 明白了吗 你这个就缺光的是 好了 这个枝条长半米的 这个臭宝的三角梅就是缺光 下个臭宝说一个月没管它 就这样的话 我估计你再有两个月都不用管它 你这三角梅长得多好 你看今天这一期全部都是三角梅 三角梅 我给大家伙总结一下 第一就是光照 没有光照绝对养不好 第二呢 枝条如果很长 你不喜欢很长 可以剪短 剪下来的你可以尝试牵插的玩 第三个呢 略微控控水 就略微我说的 你像第一个臭宝 人家那三角梅长得特别哇塞 人家在广东雨季 人家基本上都不用浇水的 它那个三角梅 我估计一整年都不浇水 它最多了就是把自己吃剩的一些个饭啊 或者是一些桃米水啊浇进去 因为它是地灾嘛 你可以那样 你盆灾就不现实了 该施肥也得施肥 明白了吗 三角梅总体来说 除了怕冷 洗光 略微控水 适当修剪 其他没什么要注意的 都很好用 好了 旧不说 接点赞关注 我是老花一 杨花最长一 白了抽吧 喂 嘿嘿 嘿嘿